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,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 诚意说亲千不能是牟利的手段,他真的舍不得果果们多花一分钱。 诚意真的舍不得果果们多花钱,当别的明星因为直播间的人不下单,而开始骂人时。 诚意他直播时却一直劝果果们按需购买,还会劝果果们少花钱,不然又要花钱买付户品了。 有的直播间为了想让粉丝下单,直接跟粉丝说诚意老婆请下单,结果才一会时间就被诚意警告了。 主播只能委屈巴巴的说,远方传来拥抱生活的警告,不让叫了。 这次薄熙和也是,他们专门搞了个活动,活动里面充7777元的购物卡就可以拥有诚意的亲签。 这对果果们真的毫无抵抗力,好多果果们哪怕没有那么多钱,哪怕也买不了那么多东西,但是为了拥有诚意的亲签,也会想办法下单的。 这个时候诚意就专门让团队联系了工作人员,说亲签不能和订单绑定,只能用抽奖方式获得。 诚意是舍不得果果们省吃俭用,买一堆并不是特别需要的东西,就为了她的一张亲签。 她曾经跟果果们说,不要为了她的几张小纸片,而花那么多钱。 把钱省下来给自己买个礼物,要对自己好一点,对家人好一点。 诚意她真的和别的明星都特别不一样,对于她来说果果们不仅仅是她的粉丝,更是她的朋友,是她的家人,真诚是永远的必杀技,能被她真心以待,我们真的特别幸福。 我看你下午最后,我看你下午,如你令我本身不仅仅是她的喜好。 我看你下午年的视频号,你下午。 我看你下午。 再温顶了你的眼睛的页,你下午下午的年转力。 感谢观看